大家好,我是冬星走橋的鮑勃 位於九州西部的長崎市是本中華觀光都市之一 充滿了濃厚的文化以及歷史風情 還有美麗的夜景 也告訴了我們戰爭對人類的影響 市區內的景點都不是很遠 悠閒了一天半可以玩玩大部分的景點 對了,這次因為天氣的關係 鮑勃沒辦法登上軍艦島 以後有機會再介紹囉 現在時間大概早上10點左右 我們從長崎市南山手區開始今天的行程 山丘上可以俯瞰長崎港的哥拉巴園 寫著當地居住外國人的歷史 是一個美景跟歷史意義兼具的旅遊景點 長崎市南山手區是日本的中華傳統建築群保存地區 自從1859年長崎港開放 讓外國通商後 這裡就被規劃成外國人居留地 其中最知名的景點就是哥拉巴園 雖然稱作哥拉巴園 但這裡除了有知名商人哥拉巴以外的幾棟建築 其中三棟更是日本的中華化財 每年有100萬以上的遊客到CEO 到達哥拉巴園後 我們可以依照園區推薦的行程 一路由山丘上往下走 這裡貼心的擺設手扶梯 讓大家不需要花力氣爬坡 園區最上方的前302號船屋建於1896年 是給船隻停泊在碼頭進行維修時 船員所去住的設施 這裡可以看到海港的超美景觀 往下走來到老沃克的故居 建立於明治時期 沃克為日本航運以及軟式飲料現代化的先驅 舊林格住宅為國家中華化財 建於1868年 佛雷德里克林格 可以說是明治到昭和時代的商界大佬 建築為日本罕見的陽式食屋 陽台也是看海的好地點 建於1865 也是中華文化財的阿爾特故居 看起來有點像好萊塢有錢演員的氣派豪宅 甚至還有噴泉 阿爾特本身為知名的茶商 舊哥拉巴住宅是中華文化財 也為世界文化遺產 明治日本產業革命遺產的一部分 也是日本最寡的木製西式建築 建於西元1863年 為木造平屋 建築面積129.2平方公尺 除了哥拉巴園壁灌以外 日本國寶 其為長期的教堂群 與基督教相關世界遺產的大普天主堂 為日本現存最古老的天主教建築物 建於1865年 由於教堂內不能拍攝 就請大家自行前往參觀囉 有點嘴纏的話 突厭這裡的長期南山手布丁 使用在地的雞蛋牛奶等等的材料 製作絲滑柔順的布丁 除了原味以外 還有不同的口味喔 這個象徵大普天主堂彩繪玻璃的布丁 好吃又適合IG打卡 離開南山手這區 大家也有點餓了吧 我們走個20分鐘左右 來到極宗 這家店已經有150多年的歷史了 忘了看到這麼有歷史感的 店外觀跟店內應該就受不了了吧 這家店有不少特色料理 最知名的應該是茶碗蒸料理 包伯寧的極宗定食 就有一大碗茶碗蒸 除了茶碗蒸吃起來很鬆軟 料也非常豐盛 配上蒸壽司 以及其他配菜 可以吃得非常飽 如果胃還有空間的話 可以點集中特製的青魚壽司 青魚本身為長崎本地產 加上白板昆布 以及特製醋飯 酸酸的很好吃 吃完飯現在大概是下午2點多 集中這一袋 可以算是長崎的市中心區域 我們在這裡的商店 接散步買紀念品 說到紀念品 就不得不提長崎蜂蜜蛋糕 福沙烏的蛋糕啦 記得買一條回台灣喔 現在時間大概4點左右 我們前往下一個景點 出島 出島是日本鎖國的兩百年間 唯一對外的貿易港口 所以時間可以追溯到西元17世紀 剛開始為葡萄牙人居住 後衛1641年建立了荷蘭商館 很可惜這裡於明治時期的萬暗改良工程中消失 從2001年這裡開始的建築物復原計劃 如今已經復原了10棟建築物 每棟建築物都可以參觀以及學到有趣的歷史 大家就在這裡待個一兩個小時吧 逛完出島現在時間也日落了 該是看夜景的時候了吧 我們出發前往稻佐山 這是一座標高333米的山峰 大家可以搭乘纜車 從淵神社站出發 大概5分鐘左右就可以到達觀景台 新世界三大夜景的長期夜景真的不得了 水中的建築道影跟山上的建築 讓這裡的夜景有一種別於其他城市的立體感 離開觀景台 大家可以搭乘20201月推出的slopecar 可以說是在山上跑的電車 大家可以從不同的角度觀賞長期夜景 離開到佐山 我們搭公車回到中華街這一帶 我們來到長期平價很好的中國菜館江山樓心館 是長期的另一個名產 強棒麵 行程時間是晚上 但Bobbo實際上拍攝的時候是下午 所以室外是亮的請多見諒 強棒麵簡單來說就是石井麵 加了豬肉、貝類、魚類、蔬菜的大雜燴 之前的營養滿點 我們另外點的東坡肉跟春捲也都不賴 吃完晚餐我們第一天的行程也要結束了 有點餘力的話我們可以走個10分鐘左右 來看一下長期的另一個知名景點 眼鏡橋 這座橋是日本最古老的拱形石橋 建立於西元1648年為國家的中華文化財 因為水的倒影那座橋看起來像眼鏡一樣 白天看比較清楚一點 所以明天還會來 但Bobbo很喜歡這裡的夜晚 因為散步起來真的很浪漫 那我們一天行程就結束囉 我們今天從早上九點開始 首先來Half Nagasaki吃早餐 這裡算是個飯店加上co-working space 但也有咖啡店跟早餐 用餐區很時尚美觀 早餐也很豐盛 吃完早餐後我們走個幾分鐘 回到眼鏡橋看看早餐的長相吧 嗯,果然很像眼鏡 但也可以來找找愛心石頭喔 接下來從四丁的方向往山上走20分鐘 我們來到風頭山公園 這裡是一座高約150公尺的小山 在這裡可以看到幕府末期知名人物版本龍馬的雕像 也可以看到另外一個角度長期的景色 往山下走回到四丁這裡 這個區域有許多寺廟可以參觀 Bobbo拜訪的重複寺 為日本最寡的中國市寺院 創建的年份為西元1629年 大雄寶殿以及第一封門 皆為日本國寶 由於這個寺廟是由福建省的花僑興建 且信徒皆為福建移民的花僑 近年也有媽祖廟喔 離開重複寺也到了中餐時間 來吃當地知名的Attic 大家餐廳就位在海邊 氣氛非常好 我們來吃吃長期的另外一個特色料理 土耳其飯 土耳其飯其實有點像是日本餐廳會見到的兒童餐 由炸物、義大利麵、咖哩以及抓飯組合而成 吃起來口感豐富 吃完了中餐 現在時間大概是下午2點 我們前往捷運最後一個行程 長期元爆資料館 這裡紀錄了1945年8月9日 美國空軍在長期投下的原子彈 所造成的後續災情及傷亡 保留了當時的建築物以及遺留下來的物品 除了資料館以外 平和祈念館是紀念因為原子彈過世的人們 平和公園擺設許多當地 以及國外贈送的紀念物 祈求世界和平 好 史文晴 优优优优优独播剧